为关怀地方长者 县内许多社区都陆陆续续成立爱心食堂 位于南投市的八卦山凤鸣社区 爱心食堂今年才成立 每周三日都有热心的志工妈妈 来为这群长辈们煮健康养生的饭菜 享用的长者们都表示非常的美味及感恩 我们这里的人独自老人 那年轻人都搬出去 叫他们出来这里我们就很高兴 我们煮给他们吃就很高兴 爱心食堂每次出动十位志工妈妈 安排健康养生菜单 每次三菜一汤 让长辈们吃得相当开心 志工妈妈们服务长者也都乐在其中 包店饭我们一公有十个 就来有的洗菜有的切菜 我就在这边煮菜 我煮得很高兴 吃了我很高兴 表示我们一公人很厉害 工夫人很好 对吧 大家都很高兴 外来这里做得很高兴 大家有光有笑 我做得觉得很高兴 心情很快乐 人也比较不高兴 因为我们的孩子 大家都在外面吃饭了上班 我留人去上班 我就在家里觉得没胖 没胖你实际上我们这个机会 大家很高兴 我就是来这里做仪工 大家还在外面吃饭 感觉心情很好 社区青年大多外出工作 社区当中的老年人口又占了五分之一左右的比例 借由爱心食堂 让外出打拼的青年们更放心 所以班里 他们那些年轻人有的 很感兴 没有他们老婆 老婆在家里没有聊 我们这边呢 这个社区 这些活动中心呢 社区发展协会非常重视身上的这些长者呢 也成立了一个爱心食堂 每个星期三 每个星期日呢 这些爱心妈妈都会准备三菜一汤的养生餐 来给这些独居的老人 所以这个社区算是一个非常敬重老人的地方 议员陈翰丽表示 社区对老人的关怀相当用心 值得肯定 爱心食堂也让长辈们 齐聚一堂互相关心 也增进彼此情谊 可以说是一举束得 民意新闻解读分 南投采访报导